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關心藻礁存亡的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謝謝大家在這麼寒冷的冬天的清晨 還是來支持我們 鼓勵我們 我們會繼續努力 今天我們在這裡要召開的是 環評違法 內容造假 啟動自然地景 救小英的記者會 之所以會這樣是我們發現到 歷屆以來 所有有爭議的環評 大部分都出在環評書 那環評書呢 是由誰在撰寫呢 是由開發單位去聘請顧問公司撰寫 但是這個不是第三方公正人士所寫的 這一些環評書內容 大部分都是為了配合開發單位而寫 所以裡面就有很多 是並不符合實際狀況的 所以我們的土地呢 就一寸一寸的就這樣流失 那麼今天呢 我們請到的是我們 時代力量有環保鐵娘子的 陳教華老師 陳立委來到現場 因為他努力多年 他在前年的環評通過了之後呢 還是不斷地繼續地在追這個案子 然後去繼續看環評書 然後發現到環評書裡面有許許多多的瑕疵 他今天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開發案裡面有什麼樣的嚴重的缺失 那我們也要在這個時刻告訴我們的執政黨 你們獲勝了 你們的勝選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 我們也希望你們給藻礁一個新的希望 因為大潭藻礁是值得為我們為子孫留下來的一塊寶地 如果這樣的地方 我們的政府沒有遠見留下來 那誰會背負這個惡名呢 我想就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那我要說的部分呢 稍後我會跟大家報告 我們有一位律師 他等一下有行程 所以我先請他就自然地景審議部分呢 發表的看法 來 我們先請環境法律人協會的理事長張玉岩 張律師 各位在場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那據我們了解 蘇貞昌院長即將在明天 去拜會時代力量的新的立法院的黨團 那對於這一點 我們是於肯定 畢竟行政院跟新的國會 新的民意去建立 良好的溝通管道 這是一個民主可貴的現象 也是一個民主良好的規範 但是我們卻想起了去年 去年蘇貞昌院長上任以後沒多久 接受前任立法委員 陳學勝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他話講得很好聽 他就說他一定是站在 台灣永續的角度去決斷事情 他說如果保育有相關的主管機關 相關的主管機關一定會做出好的這個決定 最後如果要到院長來決定的話 他也會去站在台灣永續的角度來決斷 話講得好聽完了以後 陳學勝委員多次的發函 希望可以跟行政院的團隊來見面 來溝通 但是呢 我們看到的是行政院使出他的太極拳 推推推 拖拖拖 讓我不禁想到 我們周星馳先生在香港的那部電影功夫 是誰在打太極拳 是誰死的太極拳 我們換不醒 行政院現在新的國會已經產生了 可以預見的是 時代力量會用很高度的關注 來關注這件案件 大潭藻礁的情形 確實有許多明顯違法的地方 在環評的程序 我們義務律師團也已經提出了行政訴訟 目前係數在行政法院 我們希望蘇貞昌院長 不要再使他的太極拳 要不然我相信 我們時代力量黨團 我們的環保鐵娘子陳焦華立法委員 會使出他的屍吼弓 把蘇貞昌叫醒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張律師 張理事長 他有事情要先離開 那有關於環評違法 內容造假部分呢 我們就來請我們的新科立委環保鐵娘子陳焦華 陳老師 大家早 在這次立委選舉 時代力量有16位候選人 全部簽署當選 會關心關塘藻礁這個案子 那在2月1號拿到這個聘書之後 在第二個禮拜 我們就請中油跟工業局還有內政部 來討論這個關塘工業區三階工程還有工業港環線差相關的一些問題 然後也拿到了中油在去年工業局審查的 產業園區填海造地相關計畫的報告 那從那個報告裡面看到就是關塘工業港 他的這個審查 審查其中呢 依照這個產業園區填海造地施工管理辦法相關的規定 第五條就是要有專警 還要有專警的相關資料 比如說地址的這個剖面啊 還有他的這個 這個這個相關的很詳細的一些資料 但是我在這個報告裡面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那之前呢大概兩年前左右 有從工業港的環評 環評報告 那工業港的環評報告是89年 89年定稿 在那個報告裡面呢也沒有看到專警的資料 那專警資料是在工業區跟工業港 施作很重要的一個資料 那本來工業港的審查呢應該是在內政部 內政部這個非都市土地審議 這個填海造路相關的這個審查裡面 但是因為工業局呢 他們在 他們又訂了這個產業園區填海造地 所以工業港的審查就回到工業局這邊 那兩邊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在內政部審查就是公開的 那在工業局審查就不公開了 就不公開 那這個報告呢 我在NGO裡面的時候呢 就看不到這個資料也要不到 所以一當選這個立委 我就立即請工業局給我這個資料 那就是這個原由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看到環評的報告 看到前年環限差的報告 還有去年訂稿的工業局的這個工業港的報告 其實都沒有看到專警的資料 它在審查意見裡面只有寫說 是用舊資料 那我在剛剛剛剛十分鐘之前 才看到中油傳來了一份 九十二年的專警的資料 這個是在上上禮拜還沒有看到的 好那現在整理下就是說 在環評的時候沒有專警 工業港的專警資料 因為一百零七年的環限差 就是工業港的環限差 所以一百零七年也沒有專警資料 然後工業局在審查中油的工業港 也沒有專警資料 那現在我進入體制內 我就是要拜託行政院 拜託工業局 就是因為雖然現在 有看到一份所謂九十二年的這個專警 但是這個專警的這個數量 是不是在工業港的範圍內 跟三階工程 是不是會影響三階工程 因為整個環評透過環差 已經有變更了 整個計畫是有一些變更 所以專警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請行政院 請蘇院長要了解這個情況 就是現在的工業區 工業港的三階工程的施工 尤其三階工程跟工業港的施工 應該立即停止 然後來追究這些環評審查 環線差審查 還有工業局審查 這個工業港這個部分 要依照這個 填海造地的這些規定 該做的 因為這些資料就是九十二年做的 或者是九十二年以前都是舊的資料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有接近斷層呢 是不是地質破碎呢 是不是會影響藻礁呢 這個其實都要重新來做地質的調查 地質的調查 所以希望 希望實在力量扮演這個小檔 小檔 我們就是會負責任的來監督行政的 這個部門的這些作業 因為一個工業港 關塘工業港的預算一定是好幾千億 一定是好幾千億 所以呢 你的地質專探不確實 整個預算的編列都會有草率 或者是會有不正確 所以這個是要非常審慎 那國家在這個 這個經費 會有一些互相部門壓縮 尤其是在武漢肺炎這些非常時期 我們任何的計劃開發 都要審慎評估嚴謹評估 預算要真正用在島口上 好以上謝謝 好謝謝陳立委 長期以來他就是我們台灣環境的守護者 那在藻礁這個開發案的過程裡面呢 他陪我們打了兩年多的仗 他今天有機會擔任了立委 那我們也很高興 他第一個接受我們的陳情 這個藻礁案是陳老師的 陳立委的第一個陳情案 所以我們非常榮幸也非常的期待 我們的蘇貞昌院長能夠聽到我們的心聲 聽到我們陳立委的呼喚 那我們過去呢開記者會呢 一向都有請在地的 桃園寒生代保育協會的理事長 葉思貴葉理事長來為我們吹羅 那我們現在呢一樣請他吹三聲的羅 來謝謝我們陳立委 也期待我們蘇貞昌院長能夠 好好的聽取我們民眾的心聲 謝謝葉理事長 我們這是第96次的記者會了 如果不是這個地方呢 值得我們為下一代努力保留下來 我們不會這樣的付出 那我們也會繼續的努力 一直到這個地方完全被他們破壞 然後哭喪的等待著我們的子孫呢 來收拾這些後果 但是我要再強調一次 我們今天來了另外一個目的是 我們要救小英 怎麼說呢 我跟小英有三次見面的機會 第一次是在 2013年那一次4月20 4月20號 他到了關心藻礁 來看我們的活動 然後告訴我們藻礁非常的重要 第二次跟他見面是2017年 在總統府 第三次見面也就是藻礁已經開始呢 進入環評了 非常緊急了 我當面跟他請教 在全體的NGO夥伴 將近兩個小時的期間內呢 這個議題就討論了半個小時 最後我非常感動的是 我們小英總統告訴我 如果這個開發案會對我們的藻礁 生態系造成影響 這也不會是我們的選項 然後我有提出說 那小英總統 如果這個爭議很大 是不是給我們開一個公聽會的機會 小英總統說 會 這個我會考慮的 那我在這裡要提供這個證據 雖然我有錄音的證據 但是呢 這裡就是非常明顯的 環保署自己的官方回覆的文件 這上面怎麼寫呢 他就寫 總統的回應 一 若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會危害藻礁生態 我們也不會貿然進行這個選項 這是非常明顯的證據 那第二個 有關 要見請召開聽證會的事 我們將研究可行性 聽證會喔 不是一般的公聽會 聽證會是有法律效應的 我要在這裡 再強調一次 小英總統當時是非常的誠懇的告訴我們 如果這個開發案 會對藻礁生態系造成嚴重的影響 不會是我們的選項 那我現在也請大家看 這是審部長回覆的 審部長回覆我們說 公聽會呢 聽證會 不用召開 因為環保署已經召開了 專家會議 我想在座很多的記者都了解 專家會議跟聽證會 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他們把環保署的聽證 專家會議就當作聽證會 來解讀 然後就說聽證會不用辦了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麼嚴重的爭議 然後我們再看第三個證據 藻礁 這個開發案對藻礁到底有沒有造成重大的危害呢 有啊 我們在2018年7月3號 我們的環評專案小組 就把這個案子 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退回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港灣的開發 會對 藻礁和珊瑚礁 包括一級保育的柴山都被孔珊瑚 造成嚴重的危害 所以把這個開發案 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麼大家也都知道 後來10月8號 為什麼會成為環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呢 就是前院長賴清德 伸出了黑手 整個環評的過程 是黑手環評 是官派委員 用他們強勢的 絕對多數 碾壓的這個開發案 這個開發案這樣碾壓過去 是欺負了誰 當然欺負了藻礁 欺負了我們人民 但是他更嚴重的是欺負了我們的 總統小英嘛 小英總統在這裡 他要面臨的就是 他要背負藻礁被破壞 300公頃以上的歷史罪名啊 這位817萬的總統 史上最高名譽的總統 他有許多讓我們歌頌的政績 但是他經得起一個 自己曾經說過要保護的藻礁 如果是破壞嚴重 不會是他的選項 最後卻被破壞 300公頃以上的藻礁嗎 怎麼證明這裡的300公尺 300公頃以上的藻礁要被破壞呢 這一張圖 是中油給我們的圖 這是他們正要進行中的一些 相關工程的騎乘表 我最後在這張圖的右邊 列出了會破壞的區域 第一個 他要駿挖 這個工業港的下面呢 為了要讓船可以在這裡運行 那麼這裡的水深還不足 所以他開始要駿挖 光是駿挖 就挖掉248公頃 這是中油開發單位 自己提供的相關資料 然後他要填海造陸 21公頃 然後他要做超大的防波堤 這些龍龍種種加起來 超過300公頃 請問小英總統 這會是你的選項嗎 如果這不是小英總統你的選項 不是你答應我們人民的承諾 那麼下面我們就要要求 蘇貞昌院長 你責無旁貸 民進黨的整個未來的評價生意 小英總統的歷史定位 他的核心價值 就完全看你如何決定了 因為你手上有一個非常強的保健 你的保健就是文資法 文資法的第110條 上面有寫地方政府呢 如果不願意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中央可以在情況緊急的時候 直接代行處理 現在這個工業港即將 要開始施放大型城鄉 就要開始破壞了 我要請我們的蘇院長 不 馬上啟動 大潭藻礁自然地景審議 那麼接下來 有關於大潭藻礁自然地景審議的法規部分 我請我們義務律師 陳憲政 陳律師 來為大家做更深入的說明 陳律師請 謝謝班老師 謝謝各位記者 各位夥伴 其實我們剛剛就可以知道 有關於這個 中油開發單位 以及我們的經濟部 他事實上一直都在玩這個 所謂的數字遊戲 他一直告訴我們說 整個開發的面積會從232公頃 縮小為23公頃 乍聽之下非常的合理 可是呢 我們剛剛聽班老師的說明之後 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我們這一個開發案 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工業區 另外一個是工業港 中油單位跟經濟部 講的縮小 都是屬於工業區的部分 工業港的部分 事實上他要施做的 包括剛剛講的回池船 LNG船 維持的這個一個巡升 航道的巡升 還有包括之前 在台北港發生事故的時候 那些城鄉 本來就是要拖到 這個關塘港來做施放 這樣的一個海水的勞動 事實上對於整個港灣 造成的生態影響 在這個之前的專家會議裡面 就已經很清楚的表示 這樣的一個施工行為 會造成生態的一個破壞 會造成一個不可回復的一個影響 因此當時的結論 就是說要退回開發單位 那為什麼我們的經濟部 他不擷取這一段內容 他認為沒有召開公聽會 召開聽證會的一個必要 可是專家小組都已經明確告訴你了 這個東西就是有問題的 你們還是質疑要開發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 有關文資法第84條 它的相關規定 其實只要這個地方進入自然地景 自然紀念物的一個審議程序 它就有點類似是這樣 暫定古蹟 暫定自然地景的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 一旦進行了審議 這個部分就要停止開發 然後進行相關的一個程序 那從文化資產保護法第110條 也有很清楚的規定 本案的主管機關 是桃園市政府 但是如果桃園市政府 他不願意來做這樣的一個審議 不願意開啟這樣的審議的時候 行政院在情況急迫的情形之下 他是可以做代行的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防範主管機關 地方的主管機關的一個不作為 那我們在97年的5月 其實已經向農委會 以及105年的8月 有向桃園市政府及農委會 提報藻礁為自然地景紀念物 然後在106年的6月 跟107年的11月 也有提報自然地景 但是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桃園市政府 還是農委會 甚至是新成立的海委會 都沒有一個單位 願意來承擔這樣的一個責任 也就是沒有一個單位 來開啟這樣的一個審議程序 所以我們認為 在這個時候 其實已經符合了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10條的一個情況 因為現在 觀塘港就是已經在施工 它的情況就是已經 非常的一個急迫 那我們認為 選舉過後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是執政黨去履行 它環境保護承諾的一個重要時刻 大韓藻礁 它代表的是一個生態的一個 獨特的體系 它可以展現生物的一個多樣性 也可以保存這樣的一個 教育跟科學研究的一個價值 我們不應該因為這個主管機關的一個怠惰 讓這個國家珍貴的一個自然資產 遭到破壞 所以我們呼籲這個行政院 有必要 立即 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10條 代行處理 立刻啟動審議程序 謝謝 謝謝義務律師陳憲政 給我們這麼深入的說明 那 我在想 關於藻礁該不該保護 關於大潭藻礁 是不是值得保護 我們的學者已經說太多了 我們也在論壇各種期刊上面 甚至包括國際海洋保育組織 最有名的Mission Blue 也把我們大潭藻礁列為希望熱點 這些都證明這個地方該保護 我們的政府沒有理由還要輕忽它 所以 新的民意 新的政局 我們非常期待蘇院長 也拿出新的魄力來 不要再是過去 面對國民黨的陳學生委員的時候的 那樣的態度 因為 這決定著你們的民進黨的歷史定位 決定著小英總統核心價值 和他的歷史定位 否則他將成為破壞 藻礁三百公頃以上的千古罪人 那最後呢我們還有在地人 也是我們在地議員的助理 現在是新觀音協會的創辦人 戴詐華戴先生 要說出他心裡的在地人的心聲 大家好 在我們在地人的眼中 曾經觀音的海岸只是一片被工業區污染的海岸 然後我們不認為它有任何的生態 後來我們發現了珍貴的藻礁 發現了生態都在慢慢自然的回復 更發現了一級保育類的柴山多貝孔珊瑚 後來甚至發現了那個白海圖的蹤跡 我想這種種的證據都顯示 我們這邊真的需要更多的研究 如果經過了自然地景的調查之後 如果需要保護 我希望政府就能夠給我們啟動相關的程序 這樣的程序呢 我相信在台南市的黃偉哲市長做得到 我相信桃園市的鄭文燦市長 以及小英總統一定也做得到 好 謝謝戴詐華代助理 那我們簡單的喊個狗號 來呼籲我們的政府來正式這些問題 環評違法 環評違法 內容造假 內容造假 環評違法 環評違法 內容造假 內容造假 那下面哈 啟動審議 啟動審議 三接停工 三接停工 啟動審議 啟動審議 三接停工 三接停工 我們最後長一點就是我們那個不條 那個紙條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舊小英 我說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大家喊舊小英 好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舊小英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舊小英 啟動自然地景審議 舊小英 好 那我們有年輕朋友呢 也想要對我們的媒體朋友和我們的政府來說幾句話 民進黨就你們忘記了2018年的那個地方選舉的慘敗嗎 當時為什麼會慘敗 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 能源問題也是跟藻礁是有關係的 因為當時的能源議題也是你們地方大選幾個敗的其中一個原因 你們並沒有講清楚你們的能源的詳細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這也導致後面的你們打的所謂的廢荷家園的這個神主牌 2025廢荷家園這個神主牌被拿掉了 而你們 而像 這也就是你們 所以民進黨你們現在勝選了 但這不代表台灣勝利了 就如果你們 希望你們想要下一次的地方大選 不要再像2018年的話就 不要 不要那麼的驕傲 就人民講了什麼 你們要去聽 而且 在這塊土地上 是 人民最大 而不是你們這些政府官員最大 人民可以用選票 讓你上來 他當然也可以用選票 讓你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年輕人 也來關懷我們的環境 因為這些環境就是他們未來的資產 那行政院已經有派員要接我們的新聞稿 我們也請這位長官過來 這個我們見過 好 這個我們見過是 能源辦的 事事能辦的主任 謝謝 幫我們把這個遺址傳給副院長 一定 謝謝 謝謝 這是我們今天的新聞 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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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陳家華陳立委有告訴我們 明天蘇院長 會拜訪時代力量 那時代力量呢 也會把這個議題呢 請教蘇院長 希望他也能 聽從民意 把藻礁呢 化為自然地景 那也歡迎媒體呢 到時候去採訪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夥伴 謝謝彭神父 謝謝在地的彭玉玲 OK 好 我們今天記者會到這邊 如果要專訪的 可以留下來 謝謝